松太太,我今天帶你來這裡尋找童年回憶 你知道我最上一次來是多少歲嗎? 五歲 你也有幾十年來過 松仔仔仔 你的車可以嗎?你也沒來過 你媽媽五歲來過 你也沒來過 你爸爸也是十歲左右,多你媽媽少少 我們租了一輛兩個人坐的 因為我不想踩 對啦性態不想踩 好像只是想坐 然後加兩輛單車都有百多港幣 我覺得還蠻正值 うん 好啊,那是比Ramco更快 可以消耗一下卡路里 let's go 外戀沒經驗 今天初發飢 為求與他見一面 我們要踩單車 Ahhh A few moments later 啊 很累啊 撐你 開廢 你懂什麼啊 這麼重啊 我愛戀已經沒有經驗了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松仔仔 又是我松仔仔仔 不是啊 我才是松仔仔仔 哎呀 你是松仔仔仔仔 哎呀 我被你弄得很亂 其實這個Channel是指什麼的 我常常是溫水丝的 那哈是這個Channel是叫松仔仔仔仔仔仔 哈哈哈哈 你可以笑人這樣划很討厭 剛才衣人都是衣人 screening 那也是啊 我很怕沒有飯口吃 的嘛 Hello 欢迎大家 又回到松仔和松他的频道 刚才大家看到我们去了哪里 我们去了沙田踏单车 哇 这个非常有益身心的活动 但有益到 刚才踏完单车之后 哇 我的菠萝蓋很痛 不知道因为 不是 概化了我的菠萝蓋 一路踏 一路 又抽着抽着 那他说有些斜下去又斜上来 那些我们受不了了 我们就成了退彈车 我两个儿子一早已经不见了人 玩了个几钟后 命都给他 哇 发觉原来童年回忆 不是那么容易找回的 就是找不到 有些东西失去了就是失去了 消失了就是消失了 你想几十年后回去找他 很高难度 那接着因为急疗的嘛 那要去厕所啦 那是蹲刺来的 那松太去到坐下蹲下 去完之后 我气不发心 气不发心 用了很多时间 很疼的 才慢慢可以把自己个人 爬高 男人好些 男人站在那里就够了 那但是整体的体验我ok 因为本身啊松太就不想动的 今天 但是我说 你与其去Namco那里扔彩虹啊 或者去商场闷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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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闷 因为我觉得 为什么呢 因为很难得呢 有个天气是不下雨啦 又没有太大风啦 而且这个温度是十几度 可以穿着砰扒踩都不多点出汗的 是难的,这件事很难做到的 还有这件事也算是一样 在英国比较少可以有的 英国有踩单车,我要澄清 英国是绝对有很多踩单车 但是问题是你可以很放心地 让他一个人是这样踩到前面 而你不用怕他撞到的话 那些路段就比较难一点 英国是会比较多斜路啊,多些人走过啊 还有很多其他很快的车 或者是有马路有车经过 你真的要找一条这么长的单车径 让他这样踩,就有点点困难 所以今天也踩得挺放心 还有消费低啊 比较到昨天去完嘉莲华那里花千多元 那今天只需要百六元就搞定 玩了整两个小时 的确是一个比较大众可以接受的价钱 但是英国这边就没那么好处了 那天气的状况就在过了Christmas之后 就一路转坏了 那有一个新的风暴又来临了 就叫做Storm Garrett 究竟是Garrett还是Garrett G-E-R-R-I-T 那有些人读Garrett 有些人读Garrett 我尝试上网找 但是那些人讲风暴的时候 为什么不讲他的名字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还讲过Storm 对,还讲过Storm 其实没什么所谓的 Garrett还是Garrett 但是这一个Storm 现在有个问题是有机会影响到我们 因为我们可能还有几天就要回英国了 但是这一个Storm 就已经cancel了18班这个航班 在英国 那现在有机会 就可能在这个weekend那时候 就更加develop得更厉害 但是目前为止以我所知 Storm就是由西边 就一直吹向英国的中北部 在中北部那里 一直上去苏格兰那里再吹走的 那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pattern 就是我们之前也讲过几个Storm 都是这样吹发的 但是如果我们在伦敦希斯路那里降落 应该就没问题的 幸好我们没有选曼城 选曼城的话就可能影响大一点 选曼城的话 过多几天应该就已经平静了 我发觉在英国内 你看得多那些风吹的pattern 或者路线 其实你想避开它们 你要住在英国的东边 比如可能住在Norwich那些地方 那就会比较少吹 很少听到Norwich那边 比大风吹得很厉害 虽然那边是海边 但是永远吹都是在Brighton那边 就是Brighton啊 Dofa啊 或者是Portsmouth啊 Sowhampton那些 一直都比较厉害 Dofa是经常都比较好一点 Dofa是东边 都比较少一点的 是啊 因为那边是对着欧洲大陆那边的 所以风暴形成 一般来说都是在我们的西边 我想是的 应该是这样的 你看画面的时候 好像我指了东边 应该指了这边才对 通常都是这边 对不对 但是风暴这些没办法的了 英国这个月份 一定是比较特别频密一点点 但是今年就有点不幸的 刚好就在这些 圣诞假期的时间来趋发 希望回到去 一月头的时间 又不要太多的风暴 太多下雨了 还有很多些天情 比较享受下一个美好的冬天 都不错的 不过现在越来越接近 这个大选的时间 新卫城除了在圣诞的时候 拍了一条 非常无厘头的广告之外 其实暗地里 也是打算在做一件事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 减税了 减税就在 11月份的时候 mini budget 也有做过一点点 但是我也有说过 我相信应该在下届大选前 他就会去减税 然后就减得更加凶狠 就让大家记忆犹失 有我们保守党在这里 你才有这个税减 要不是我们在这里 你们已经完蛋了 就是这个逻辑 原蛋了 所以呢 有传闻就说 就将会有新一轮的减税措施 是将会推行的 那现在呢 就已经有很多报纸媒体 已经有报道 就言之作作地说 说呢 有很大机会 在未来几个星期内 可能在1月尾 或者2月中 就是这段时间 大概6至10个星期左右 就会公布新一轮的减税措施 这新一轮的减税措施呢 就厉害了 真是他终极可以做到 真是会减到给你的东西 这个呢 就会牵涉最多的人 第一样他会减的呢 就是现在都很肯定会发生的 就是减这个 inheritance tax 遗产税 对呀 遗产税 他不单单减了 他直接剪掉了 目前呢 这个遗产税呢 是325千 就是32万5千磅 那如果这个资产呢 是你死了之后呢 你超过了这个数目 你要留给你的亲人或者子女的话呢 那他是超过那一部分呢 就需要交40%的遗产税的 嗯 那现在呢就决定了 是将他整 就是有机会 很大机会了 是整个剪掉了他 那无论你以后 留多少钱给你的子女 给你的亲人呢 你都不需要给遗产税了 那当然啦 有资产的人一定是表示欢迎啦 那根据媒体的报道说呢 原来遗产税呢 是属于在英国里面 个人的税务里面 是最被人讨厌的一种税行来的 是啊 因为他是一种不公义的税行 因为本身你已经交齐税了 是啊 你是已经交了你本身应该要交的税 那为什么我on top 我还要再交税呢 因为已经履行了那个社会责任嘛 是啊 那我为什么履行完社会责任 我要二次再履行那个责任呢 因为我赚得多少钱 这个是我自己的功劳 或者我自己的能力 跟你政府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你只是过路费给完一次 再给多一次过路费一样 所以很多英国人都 其实非常之不满意的 但是这个减税呢 就可能会导致英国政府 有更加大的负担 首先就说呢 在第一年呢 就会是这个 因为豁免了这个遗产税之后呢 政府的库房收益呢 是会少了大概70亿英镑的 然后这个数字呢 一直去到2032年的时间呢 会令到政府每年呢 是少收150亿英镑 那所以其实都是 很大的数目 挺大的数目来的 但是其实它影响的人不多的 它影响的只是只有10%的人口而已 因为英国有90%的人呢 死的时间都是没有325千一个遗产 大概10%就是他们的票房来的嘛 是啊 没错 但是那个10%它黑不容缓 因为它一定要 揽得住铁票的10% 因为基本上 其实那个10% 都一定是投给它的了 如果你说你欺负人 争到一个地步 连那10%都不给你的时间呢 那就很大事的 所以其实 遗产税对于保守当来讲呢 它是属于一个最后的王牌 因为它没有必要的时间 它都不需要出它的 它不出它 那些人其实都应该是投给他们的 是啊 那现在它很明显呢 就是要进第一波 要揽进所有的票 它才出这张王牌 那除此之外呢 它还出了另外两张更厉害的牌 那就是第一呢 就是如果你现在是交这个20%的税率的话 是 它下一次公布的时间 它有机会减这个税 即是你Basic Rate 20% 有机会可能减到去19%啊 18%啊 哦 那真的是Merry Christmas啊 这个你真的包揽了所有的基层市民 是啊 他们交的Basic Rate 全部会减 只要你有工做的 你都有份减了 基本上是 因为你如果打长工的话 你怎么都过12500了 只要你过12500 你介乎那个数 由那个数开始 你就一定有份减 是 还有第三张牌 第三张牌呢 就是将这个40%要给税率 那个Limit呢 是将它提高 那就是现在呢 据我所知呢 目前呢 大概12500 一直去到50271磅 的这个人工收入呢 都是给20%税率的Basic Rate的 那你过了50271这个数呢 一年的年收呢 那你之后的每一元呢 你都要给40%出去 是做这个high rate 是啊 但是现在这个Limit呢 有机会提高 就是可能它提高到52 53 54 55 我不知道啦 但是呢 现在的数字还没有确定的 但是它说它有机会呢 是将它的 那个Bandwidth拉长一点 那就等你跌下去这个high rate 的税网的人呢 就减少 减少少 那就变相就加回你人工 就是它又减少了NI啦 又剪掉了这个inheritant tax啦 然后将你basic rate的税率呢 又有机会降低啦 然后将你high rate的税率呢 然后将你high rate的税率 自己独特的一边的 嗯 即是没有说一个方法 就将四种不同的东西 都减少 它不是 它总之呢 你人人只要交税的人呢 你肯有少少东西是不同的 而是有 少少Jesu 是的 少少Jesu Jesu得尼呢 又是独立于你那个category的人的 即是你是这个category呢 你就有这个Jesu拿了 如果你不是这个category 不要紧要 你看下面的category 下面的Jesu拿 你上面那个大友箭那个 不要紧要 你死了之后呢 都会有好处拿的 我给它搞到呢 好像你吃自助餐呢 要拿不同的优惠 哦哦 你有这张信用卡呢 你存3000分即分呢 你就可以换两张这个餐饮自助券了 然后呢 你这张信用卡呢 你花满多少钱呢 你又可以得到5%的现金回责了 即是它很多种不同的玩法 即是看到你眼都花了 但是你明白为何是这样做的 因为它要将它的减税的措施呢 是可以分均在各个阶层不同层面 就确定呢 你每一个阶层 只要你投保守党一票 你就可以得到以下这些优惠 嗯 那这个呢 就确定它下一届选的时间 可以揽到最大范围的人 最多的人的支持 所以这个才是它真正要减税整个手段的目的来的 Anyway 其实它有什么目的去减税呢 我觉得不重要的 最紧要是有税减嘛 最紧要是你减多少 是啊最紧要是 对我来说是否真正有影响呢 这个也是英国大部分的市民所担心的地方来的 因为始终你现在的通胀那么厉害 再加上现在 又说这个红海的危机呢 就越来越大了 嗯 那接着呢又说二四年的油价呢 又有机会再调升上去了 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的指数呢 是flactuate得很紧要的嘛 所以at the moment呢 就是这个3.9%的这个通胀率 但是之后下一年会不会又再飙上去呢 还有你的通胀率其实3.9%也都是 都比平时是高一倍的 是的 就是平时应该是压在大概2%或以下的嘛 现在我们3.9%其实已经是多过正常一倍了 所以我们根本是未有一个就是喘气的空间 如果你说这个时间可以有减税的话呢 那当然来讲对我们市民来讲是有一定性的作用啦 但是问题是我自己呢 就是我自己讲了那么多新闻的时候呢 我会比较concern些什么呢 就是如果你这一边又这样减了税 你想想只是减过遗产税呢 就是cut了遗产税 你一年少收70亿英镑 接着到三二年的时候 一年少收150亿英镑 那个数字的庞大 你想想那堆钱没了 那你会在哪一些方面 在哪一些公共的facility里面拿出来呢 譬如会不会在医疗呢 会不会在教育呢 会不会在警察方面呢 这些也是我比较担心的 就是如果你说我给少了钱 但是我的生活质素 会因为这样而大幅度下降的呢 那我觉得就未必值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保守党 真的想开城布公 告诉我们 它是真的为了我们着想而减税的 你也都要跟我们讲讲 那些税你减了之后 那你在哪里填下去 否则的话 我们又再出现黑洞 那之后呢 这个黑洞的问号呢 又会延续到去下一届里面 因为其实你不难去想的 譬如你好像去查个电话contract那样 嗯 他会告诉你 那现在呢 放在你面前呢 有两个unlimited的plan 两个呢 都是任用面 给一个价钱 任你用 看似是一样 是的 但是呢 原来呢 我给少一半钱那个呢 我是只有4G的 嗯 然后我给多一倍钱的 我是有5G的 那就不同说法 那就是我的速度的问题上 我可能是少3倍 4倍的速度 那我就会考虑了 究竟我是想给多一倍价钱 去得到3倍4倍速度 还是我想减半这个plan的价钱 但是我呢 得到一个4G的服务 那这个也是个市民 他当他选择个服务的时间 究竟他想得到些什么 是啊 那但是现在呢 就好像有少少是 隐藏了个条款 那你现在总之 我告诉你呢 现在的plan就便宜了 那但是 会不会 不要理我为什么便宜了 是啊 你不要理我为什么便宜了 是啊 那个speed那些我回答你不了的 因为我自己都不知道 现在的问题就是 那个供应商自己都不知道 那才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忧虑 但是呢 我自己个人的意见是呢 如果他有得减的话呢 嗯 我会尽量用便宜那个的 因为你不知道的呢 除了是他减了这个价钱之外 他会不会减低服务质素 他加回你的钱呢 也都不代表服务质素会提升的 那所以 既要权衡轻重 两边有同样的 那么多的risk的话呢 那我就宁愿给便宜一点 那个了 根据BBC今天的报道呢 下一次的财政预算案呢 就将会在3月6日那时候呢 就举行的 所以呢 根据这个timeline的话呢 就应该和我们之前推测的 就非常之类似了 嗯 现在我们刚刚刚说的 这三大减税措施呢 很可能呢 就会在2月头2月中呢 我们已经会有很详细的detail呢 是会知道的 那么到时到3月6日呢 应该去推出来的时候 政策呢 很大机会是大同小异 那么根据英国的房屋部部长 Michael Gove呢 也都有说过 除了减税之外 也都有机会是会再重新推出一些 帮助这个first time buyer 上楼的计划 例如是重新推出这个help to buy 又或者是呢 这个减免他们要给的首期的费用的 那就是可能现在是给10%的 可能会变成5% 4% 甚至乎可能有些零首期的plan 会有机会推出 因为现在目前为止 给5%的plan 是我记得去年年头的时候讲过 都是一些银行自己推出来的 但是呢 也是很少的银行有推出 加息了之后呢 那些plan已经很快地是不见了 那所以如果有政府去back的一些scheme的话呢 那相信是可以帮到多一些的first time buyer 但是同时之间呢 他推行这些first time buyer的计划呢 其实是有少少是有机会用来托市的 因为现在那个楼市呢 就处于一个比较平稳 少少向下走的迹象 但是根据很多的专家说呢 说二四年的楼市呢 是不会点跌的 我相信是因为政府是会出一些招数 是去帮助 譬如一些小价楼或者一些中小价楼呢 是等他们那个demand 那个需求会再加大了 而且呢 现在其实已经有了 因为根据最近一次bank of England 他们那个决定 就是没有再加息下去 是啊 没有再加息下去呢 那么有很多的银行呢 也都是调整了他们的mortgage rate 那么有部分的银行呢 是有减到的 那么我 因为我跟松太呢 我也讲过了 我们近年尾呢 我们就要renew mortgage 所以我们每个星期都盯着那些利息 发现每个星期都有些不同的 那么所以现在是那个市场呢 那个fluctuation是非常之大 那么但是因为它有慢慢向下跌 有个息口慢慢向下跌的迹象呢 那就又多了一些first time barge 入市了 那就是因为这样呢 而令到那些中小价楼呢 譬如可能是大概150万 200万港元 就是差不多的楼子 一直到大概三四百万的楼子呢 这个水平的楼价呢 就没什么怎么向下跌了 因为那个需求呢 又开始增加了 你说二四年英国的楼价会不会升呢 那我觉得就不太大的可能性的 你说它是保持着现在的水平呢 就很likely 那么向下跌的机会呢 不是没有的 因为现在最大的问题呢 不知道这个红海那边的情况是怎样的 那么最近又听说呢 这个伊朗那边呢 又有一些战争又在那里冲突 又在那里搞 有些机会呢 是将英国那个inflation呢 进一步推高的 如果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话呢 那又会影响到银行价值 它之后推出的这些措施呢 也都有机会有阻滞的 那对于这个新卫城之后盘算 可不可以保守党 拿到那么多的票数呢 除了是它推出这些计划 受不受欢迎之外 它能不能推出的都是一个关键来的 因为现在到三月六号呢 其实还有一段时间了 整三个月了 但是外面世界上面发生的局势呢 是每天都很大的变化感 那所以 由现在到三月 我们那个inflation 是不是真的可以保持在现在的状态先 因为现在它的决定 是based on 我们现在的inflation 以去作出的一些 一些所谓的措施的decision 但是一日未到三月呢 一日都不知道 我们是不是真的可以 去推行这些措施的 如果不行 现在来的话呢 引起的后果 就会等于好像List Trust 那时候上台 一连串的减税充 才能变化 那些帮子 就不停跌 接着它就要下台 它死得是会更快的 所以对它来说 现在呢 是无疑是增加多了一重风险 平时的budget不是四月才说的吗 为什么它三月头就说的 都不是四月的 接近四月 上年是23号 提前了大概十几天 很明显呢 它是有考量过的 因为它这么早宣布 三月就要说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要预告 节目预告 就好像Netflix呢 你拍了一个大片 那你是不是提早要告诉别人 我三月 噢 三月 是的 Stranger Things 最后的season 下年七月就会播的了 大家记得准时留意收看 这样 它就要尽早告诉你 你听我们将会有些甜头给你 不是差东西 这次有你的好处的 大家要留意 这次甜的 是的 这次坚甜的 上次那些没什么毛糖 这次重糖 甜到溜 但是你要说 你都要promote marketing的一种 我觉得是 另外就是它特意提前了的话 也都是因为它引证了新卫城 很大机会 会在五月那里解散国会大选 因为它要快刀斩乱马马 拖到十月真的太久了 现在是将它五月 去解散国会大选的机会率 又再提高了一截 给三月的时间 你去讲完 到四月的时候 实施 实施一个月 大家开始吃狼吞虎耳 哇很棒 是啊 好吃 很甜 到五月那时候已经吃了 猪牙了 接着五月 吃吃盒不能吃 不行 所以整个计划 12月尾预告 3月就出牢 4月就开始实行 5月就解散国会大选 接着顺理成章 它就当选 就是它是这样想的 当然 这个已经是它的best strategy 还有我们刚才也说 外面的局势变化太多了 它也不想等太久 但不想等太久之余 它也需要有一个时间 让它去铺排 刚才以上说的 所有marketing措施 因为这个等于 机外营销 苹果推出来之前 你后面当然有一些sauce 洩漏 今届iPhone16很厉害 今次3D 4D解像 摘机翻四下 你知不知道 戴在头上 你感觉不到 很厉害的 总之很厉害 你不要理我怎么厉害 总之很厉害 OK 现在其实它就凝造这个感觉给你看 然后你中间 它再做其他东西 你好像感觉不到 我只是见到那粒糖 其他东西 我快要拿到那粒糖 是的 已经是近在止尺 已经可以碰到 但是它又未推出 到3月的时候 它就加法一个月 我早一点点给你 到你那时候安心 我知道你有糖吃了 这个也是它最佳的策略 对于拒保兽党来说 好了 Anyway 我们讲一讲今天最后一件新闻 就是到2024年开始 英国有一条新的法规 就出台了 英国最近这几年 都很流行一些滑板车 即是那些电的e-scooter 是啊 其实我家里有一部 但因为我家里那部 就没有登记 也都没有那些牌子 所以我就没有开出街的了 已经 我买那时候有试过 但是当时是没捉的 那时候两三年前买的 但是之后它说捉 我就只可以在一些 private 的地方那里开 譬如在一些公园 和我儿子去踩单车 我在后面兜圈跟着他 那些那些 那些ok的 到现在你都可以这样做 但是如果你踩出去 街上的话 暂时来说 其实合法的 就只有政府提供的那些共享 共享那些 那你就给个电话app去payment 然后你驾驶那种 就合法的 任何你自己私人 拿出去驾驶那些 都不行的 但是新的法规 12月5号就正式出台了 那这个就是政府 实行试验的计划一部分 那这个新的法规是怎样的呢 就是任何 驾驶这些电动滑板车的人 由这条法规推出之后 都必须要提供他的姓名 和他的驾驶 执照号码 去登记成为用户 你才可以驾这个电动滑板车 就好像一个license那样 是的 那如果你本身是 拿着一个 英国的UK driving license 那你其实已经可以用的了 不过你就需要上去政府官网 去apply 然后就登记 加回到你的那张卡 是的 加回到你的那张卡 那它通常 就在你的驾驶执照里面 就会有一个category Q 里面就会写着你可以 反转那里会有一个Q 是的 你就有A,M,A和B 有那几个字母 其实就已经可以了 其实现在所有红色那些都有的 所有我们现在 full license full license 全部都有 是的 但如果你是绿色那些驾驶执照 譬如provisional license 的话 你就需要去登记 那它才会有的 哦 要确定所有駕駛这些电动滑板车的人 都必须要最少拿了一张 绿色的这个驾驶 你才可以驾驶 那无论你是駕駛这个 full driving license 还是驾驶 如果你是想駕駛这个e-scooter 在街道上面行驶的话 你都必须要去上去网上 登记做一个用户 和upload你那张车牌 正面有照片的位置 那边给它 然后呢 你才可以合法 是駕駛这个e-scooter上路的 那但是 为什么政府要推出这个法规呢 就是因为 根据调查显示 2022年 因为这个电动滑板车 而撞到人 或者是撞到人 重伤的事故呢 是有1402单的 重伤是有356个用家 然后呢 当中有12个人是死了的 原来电动滑板车是 撞到死人的 因为 电动滑板车呢 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速度 是没有什么监管的 是 我记得呢 我在买这个e-scooter的初期呢 我是有上网去研究 哪一部快点 哪一部的range好点 那你知道男人的 买到任何动的东西 都一定要够快 够power的嘛 是啊 就是价钱呢 是放在第二位的 第一位呢 够不够厉 是啊 够不够厉 够不够大 够不够有型 这个是最重要的 接着排到下面那边 才是价钱的嘛 你问每一个男人 都是这样回答你 只是有些老婆反对而已 但是我上网看的时候 我看到那些人呢 踩的那些是很夸张的 75个mph 我都见过 真是很瘋的 站在那里的 怎么踩啊 他们要戴眼罩开的 因为大风度 那些人 那些人的眼睛不大 那些风大度 你想想 你好像开着一辆电单车 但是你是一个e-scooter 是啊 是啊 其实我在街上开过一辆e-scooter 是很危险的 因为我曾经试过一次 是由市中心 骑回家 整个路程是八个字 四十分钟 那我要经过一些山路 那些山路呢 就单线行车的嘛 那后面那些货车呢 就一定不会让你啦 那当时也都没推出过法例 你踩单车就在路的中间 但是其实就算现在都在路的 都在路了 它不会跟着你一辆的嘛 它就在旁边很近我过 那你跟单车不同 单车其实平衡呢 是较好的 我自己觉得 你踩着e-scooter呢 你经常有一种 就来扑街 就来扑街的感觉 那因为很贴地的 所以那些 bumps呢 你都很厉害 是啊 很硬的 就是躺得很紧要的 是啊 总之就有一种 就来会滚下去 就来滚下去 单车也更好些 就是有得够的单车 是啊 e-scooter呢 你一辆平衡呢 是没得够的 是啊 你想想你一炒 一跌落地后面的车 就剪过来 哇 那一下 真的死硬的 所以我试过那一次之后 我不用你规估我 我都不会再开出去 我不明白 就算你是拿了个license 跟着你登记了之后 那跟着又怎样 跟着你accident之后 那都没关系的 那是不是最低限度 去知道你的身份 你是不是有 正式有个牌 去可以承担这个责任 去开这个e-scooter 那之后在法律层面上 他要起诉你 或者要控告你 那他都容易些 有个根据 我相信是这样 人人都可以拿到driving license 的嘛 是啊 是啊 你到这个年龄就能拿到的啦 是不是应该要他们 买insurance 会比较好些呢 我也觉得是的 如果你要买保险的话 但是 保险这件事 你是不是也是 益了保险公司 说真的 你是不是真的会 claim到呢 我又很怀疑 现在这个时间 但是 如果你说 我觉得 e-scooter 如果要登记 driving license 我其实觉得单车都应该 就是如果你说 你在一个公园那里踩 你在一些private的路那里踩 嗯 那你是小朋友的 戚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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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的 现在不是不让你踩单车 但是如果你是travel的 就是你上班的 是上学的 那你其实作用 是跟一辆e-scooter一样 而且有些单车都很大架 一样可以撞到人的重伤 是啊 那为什么他们就可以继续踩 又不需要申请这个牌照 不需要登记任何身份证明文件呢 那还有我也都遇过很多香港人 就有试过Facebook PM 问我求助就是 他们在驾车的时候 突然间有辆单车的安全岛插出来 是啊 那明明他根本不应该在安全岛上面 那他插出来 接着他撞到他 接着大家一起送医院 就最后他给那个单车 那个人告回头 是啊 说他撞到他 但是其实是他 违反这个交通规则 那这个变相 其实对驾驶人士 也是很不公平的 那其实他们都应该 付他们应有的责任 现在是你选择去使用这个交通工具 那当你是违反交通规则的时候 那为什么你的责任 会给一个驾车的人士小呢 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不合理的 另外呢 根据媒体的报道呢 除了你需要上传你那张驾驶 执照上去登记做用户 你才可以驾驶之外呢 那他也有讲到一些很有趣的东西 你在驾驶这辆车的时间 你是不能够载任何的乘客的 就是有很多呢 见到那些情侣呢 两个人一起驾驾 或者可能你在某些国家呢 会见到一辆车呢 上面坐了全家在那裏 就不知道他怎样做到 但是有些人是会这样做的 那这个都是不合法的 那另外呢 就是你驾驶的时候 你不能喝酒 你不能醉驾 这个很搞笑 那踩单车 那那些又算不算是e-scooter呢 这个我觉得政府是需要有清晰的理定 究竟哪个人应该负什么责任 所以我说 为什么你在e-scooter那里实行的一些措施 你要在单车上一样实行 因为单车一样是有电的 一样可以很快 一样可以撞死人 他们的责任没有理由是会比较小的 如果你说这个喝酒都不行 那那个都应该不可以喝酒 另外呢 亦都是说e-scooter呢 不可以再在行人道上面驾驶了 这个我绝对表示欢迎的 就是我不明白 譬如单车也好 e-scooter也好 他喜欢的时间呢 他就在马路上 就过巴马线 是的 他一到红绿灯的时候呢 他就变成了行人 他就可以踩过巴马线的 这个就是 你所有在驾车的人呢 都看见是非常不顺眼的东西 那我也希望这个行为呢 是可以有所监管的 目前为止呢 现在这个法例呢 是属于一个实验性阶段的 他也会选择某一些地区 分阶段去进行 那但是呢 细节呢 我暂时没有太多的资料 那就是说 他现在不是覆盖于全国的 但是慢慢就会推至全国 但是有很多 其实有很多的NP议员呢 都有提出过 究竟这样做 是不是真的有办法 可以有效地去规管这件事呢 因为实在 你可以违法的人实在太多了 而且 他后面又没有挂过车牌在那裡 你的相机也不会拍到他的 你有没有那么多警察 会到处去抓他呢 这个也是一个疑问 你只是抓车的都没有空 何况去搞他呢 所以有人提出就是 需要去监管这个业界 就是监管去 给卖车出来的公司 哦 卖的时候 就已经要register 它的license 是的 要register了 它的用户 就像你买车那样 其实我自己觉得呢 它更加可以 好像你驾那些 我现在去学的那些CBT training 嗯 你可能半日一日 要强制它去学了先的 是的 就是基本 不是叫它学 怎样去驾平衡那些东西 是要基本的道路形式 露面形式 譬如give way line 那条去线 它怎样都要知道 是吧 即什么时候是要give way 什么时候是要停车 什么时候看 roadside 哪里是红绿灯 哪里是绿灯 你什么时候可以过 班马仙你要怎样做 这些未必是个个人都知道的 即是你不是开车的人 你未必知道 我只是负责那条行人路 我做个行人 我哪里知道那么多东西 我只知道那个班马仙 和红绿灯 没有的了 其他什么give way 我都是到学车的时候才懂的 所以我觉得 你其实应该有 basic training 给它 那你可能把一张sert给它 那张sert 你喜欢有效十年都可以的 那我相信这些basic的东西 你不需要每一年 每两年去renew它 但是尤其是 如果有这样的basic training 给他的话 那到他真的出起事 起上来 你警察去调查 喂 喂 这个人不行 他真的上过堂 学过 他都是这样的 他乱来的 在一个山坡冲来 炒人 保龄球遵 炒低了三个 那到时他负的 法律责任 就会更加大的 那他自己也会小心 喂 我知道 我学了的 我走去这样冲 我好大事的 那这个也是 令到他自己去自律 而不是你去抓他 anyway 那么今集节目 去到这里又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欢看我们的影片 记得like share subscribe 按一下钟键 那就知道我们下次何时出片 下集再跟大家见 拜拜